迎来年底的长假 多数的居民选择去雅加达动物园观光游玩 在周末雅加达动物园进场人数达到一千多人次 前来动物园的居民几乎都是自己开车 不过也有不少人骑着自行车来的 这样除了可以锻炼身体 还可以欣赏到周围风景 应付年底的长假 管理员严格实施防疫措施 并限制游览人次不得超过平时的25% 老年人以及未满五岁的小朋友 暂时谢绝入围参观 动物园这次只对持有雅加达居留证开放 不持首都居留证的居民都不能进场参观 严格实施的防疫措施 都是为了预防病毒的蔓延 在中间的地方 动物园实施的防疫措施 有效避免游客聚集 因此游客可以安全观光游览 现场只开放五个售票处 管理员建议居民可以网路订票 减少排队 白新闻印尼报导